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科学家们就预定了在2018年可以发射一颗陨石勘察卫星 如此一来将会为地球争取到10年以上的预警时间 有趣的是就在2月15号陨石撞上俄罗斯之后 短短两天之内这个基金会的网站拜访量是增加了10倍 很多私人捐款就像是雪片一般飞来 而且很多来自俄罗斯地区 还有人是从立陶宛写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寄给他们 可见亲身经历过陨石危机之后 人们更能感同身受这个预警机制的重要性 身处在太空拔舱里头 地球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藏身之处 我们只能够用科学跟时间赛跑 一天一天的来补足我们的太空保全系统了 我是林依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拔舱话题追根究底 请继续锁定 热选绝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기� amountsÓ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